亚瑟国王带着敲椰子壳的仆人 假装骑着马 外出寻找最杰出勇敢的骑士 仆人用椰子壳敲出富有节奏感的马蹄声 他们一路来到森林 发现两只成了金的铁筒在互相砍杀 绿筒头背黑武士 一剑朗中脑袋 倒地身亡 黑筒金成了森林之王 亚瑟国王想要招揽他 到自己麾下做骑士 不料对方根本不鸟他 还不允许亚瑟王从森林经过 亚瑟王拔出剑朝他砍去 黑筒金拼尽全力对抗 亚瑟王也只是稍稍闪躲 随后光击一下 亚瑟王用剑柄砸中黑筒金的铁筒头 瞬间给他震懵了 亚瑟只需略微用力 就砍掉了黑筒金一只胳膊 你胳膊都掉了 快让开吧 这只是挠痒痒 我还有一只呢 看招 亚瑟跪在地上忏悔 亲爱的主呀 快爬起来 我要和你决斗 你的确很勇敢 但你已经没有胳膊了 哦是吗 我还有腿呢 不想跟你一般见识你个蠢货 这只是皮肉之伤 看我无敌旋风小短腿 我踢 我踢 我踢踢踢 你做什么 我的腿 都说了 不要惹我 我可是不列颠人的国王 我还是无往不胜的黑武士呢 这下好了 直接打了个平手 黑筒金还是不服 让亚瑟王帮他摘掉铁筒 要和他进行一场私要战 亚瑟王牙扣不好 主动认输 带着敲椰子壳的仆人 骑上空气马 继续赶路 接着他们来到一处城堡 亚瑟王说 他是全英格兰的统治者 希望可以得到保主的迎接 城堡上的士兵问 你穷得连马都没有 招个锤子的骑士啊 骑椰子壳吗 亚瑟王惨遭羞辱 信心离去 附近的某处村落 专业的收尸车 正在敲锣打鼓地收尸体 老年人听到声音 纷纷鼓动身体 证明自己还活着 这个男人扛着他老爹 让收尸人带走 因为从小享受了完整的童年 他也想让父亲体验老年的快乐 毫不犹豫地 把钱帝给收尸人 他跌老不乐意了 说自己还没死 收尸人接过钱 一棒锤敲上去 这不就死了吗 这时亚瑟王踩着窝子 和其中一步 引起了村民的围观 收尸人说 这个装无作样的家伙 指定是国王 你看他身上都没有分别 原来在民众眼中 鼓励颠国王的标准这么高呀 上帝在云彩中显灵了 给亚瑟王下达了一个神圣的任务 寻找传说中的圣碑 亚瑟王的身份来源于 湖中女神在水面上举起圣剑 赋予亚瑟执掌圣剑之责 亚瑟王在村民面前亮明 他不列颠国王的身份 正在玩泥巴的大妈 很疑惑 原来不列颠还有国王啊 雇个诡异的女人 躺在池塘里 给你发把宝剑 你就成国王啊 亚瑟王恼羞成怒 想要掐死酷似大妈的小伙 这时村长走了过来 亚瑟王见识不妙 扭头就跑 在另一个村落 村民抓到一个女巫 要把它烧掉 女人说是村民 把它打扮成女巫的 铁筒骑上说 你们这样太草率了 为什么要把它烧死 因为女巫是木头做的 骑士说对啊 那该怎么分辨 它是不是木头做的呢 木头能浮在水上对不对 村民异口同声地说对 争先恐后的 就要把女巫丢进湖里 骑士接着说 怎么能这么草率呢 想一想 还有什么东西能浮在水面上 村民说什么的都有 但没一个靠谱的 亚瑟王看到这一幕心想 大不列颠的子民 这么蠢的忙 于是出声道 鸭子 骑士说 没错是鸭子 如果女巫和鸭子一样重 那它就是木头做的 就是真正的女巫了 村民们连忙找了个天平 放上只鸭子一撑 一样重 那定是女巫无疑了 立马抬着女巫生火去了 众人走后 骑士主动下跪 亚瑟王将其封为 彼得为热爵士 他成了亚瑟王麾下的 第一个骑士 为了加快节奏影片 以电影之书的形式 把圆桌骑士下的 智慧骑士 大聪明骑士 一一招入麾下 一路上亚瑟王 又过了几个敲椰子壳的仆人 和骑士们一起洋装 骑千军万马的空气马 上帝给亚瑟王 安排了寻找圣碑的任务 一行人来到一处城堡 亚瑟王称 如果保主允许他们留下来 混吃混合 他就可以带保主跟骑士团 一起寻找圣碑 士兵说 他们保主已经有圣碑了 就稀罕 而且他们是法国人 不屑加入英格兰的骑士团 亚瑟王坚持要看下 他们的圣碑 否则骑士团将用武力 攻打城堡 法国士兵怒了 敲椰子壳的 还这么大口气 什么骑士团 骑大洋马八年 随后士兵从城墙上 丢出一只马 当场砸死一名 敲椰子壳的仆人 骑士闯进满室女人的城堡 保主硬说 骑士有病 派出两名年轻貌美的女人 给她检查身体 骑士担心自己被诱惑 骑身就要离开 却又被保主的妹妹拦住去路 面对城堡里的九十九个女人 骑士对接下来的剧情 有些好奇 生没生病 咱另说 主要是我们 帮你治好你心里的病 你得留下来 帮我们治疗身体的病 大聪明爵士不乐意了 凭什么 你要跟九十九个女人 斗智斗勇 这指定是个陷阱 走走走 我带你离开 原来就在刚刚 法国士兵空头一匹马 掉下来 砸死了敲椰子壳的仆人 紧接着就是各种食材 牛路扬鸡鸭鹅 下面的骑士招架不住 迅速隐蔽起来 他们想办法 造了个兔子屋 法国士兵看到送上门的礼物 很自然地收下了 看来 他们已经中计了 彼得为热爵士说 晚上我和智慧爵士 溜出兔子屋 从城堡内部 杀他们个出其不意 你个蠢货 你人都没藏进去 杀个锤子啊啥 正在他们为彼此的智商 感到羞愧时 法国士兵 把兔子屋弹射了出来 又砸死一个 敲椰子壳的仆人 为了尽快找到圣碑的线索 亚瑟王决定分头行动 大聪明爵士 带着一名仆人 仆人的椰子壳 敲得很有节奏 大聪明已经做到人马合理 突然一支箭射中仆人 上面有一封信 信的大概内容是 父亲逼自己结婚 王子试图逃婚 地址沼泽城堡 大聪明爵士认为 这封信是引导圣碑的征兆 叶子壳啊 我不会让你白死的 胡人说我还活着呢 那你就在这挺着 等我找到圣碑 再回来给你收尸也不晚 沼泽城堡外 骑士不停地奔跑 而人却处于原地 殊不知 这正是大聪明爵士的战术 他可以把奔跑的距离 瞬间叠加在一起 就像上了发条一宝 蓄力 释放 突袭守卫 上满发条的大聪明爵士 橡皮恶狼冲进城堡 咔嚓咔嚓 路过之处 无疑幸免 全部撂倒 迅速冲上高塔 救下王子 宝主本想惩罚爵士 不过 看在他是亚瑟王骑士的份上 并且杀了新娘父亲 帮他捞了一笔财富 便留他喝喜酒 沼泽王子趁机爬窗逃走 宝主直接送了儿子一程 宣称王子死了 亲家也死了 把新娘认作该女儿 宾克说 新娘父亲还没死透 宝主使了个眼色 手下立马上前 弄死新娘父亲 宝主要把新娘 嫁给大聪明爵士 攀上亚瑟王的关系 看来 这个宝主识货呀 然而沼泽王子也没死透 重剑的仆人健壮 直接飞奔到城堡 拉起大聪明就跑 骑士团齐聚在一起 他们走过一个又一个 春夏秋冬 中间吃掉了几个 不会敲椰子壳 只会唱歌跳舞的 银游诗人 终于看到一个山头 上面站着神秘的巫师 对方会隔空崩雷 骑士团纷纷鼓掌叫好 看到有人捧场 巫师炸得更起劲 表演完后 巫师带领骑士团 来到了记录圣杯位置的洞穴 路上敲椰子壳的仆人们 突然开始不安起来 骑士们见状 立刻下马徒步前行 洞穴前满是骸骨 一只吃人 砖吐骨头的小白兔 守着洞口 亚瑟王派出新收的铁筒骑士 上前查看情况 骑士瞬间就被杀手兔嘎了 亚瑟王当即冲出去 要活泼了杀手兔 一场惨烈的厮杀 只持续了半分钟 新收的骑士都死了 亚瑟王和原先的爵士们 跑得快 他们在十米开外商量对策 不杀了小白兔 大不裂颠的颜面何在 他们朝巫师 借了一枚神圣手榴弹 把杀手兔炸死了 骑士团顺利进入洞穴 却又遭到传书中的 多眼兽的追杀 幸运的是 这只多眼兽 是动画制作的 动画师突然心耿凉了 没人画多眼兽了 亚瑟王就这样摆脱了危险 他对地球的认知 是香蕉状 他对新知识很困惑 最终也没找到圣杯 上映于1975年的 奇幻搞笑电影 无厘头在那个年代 还不是人人都能欣赏的动作 剧情很奇葩 幕后制作也很奇葩 如果你感到脸盲 相信自己 因为主要演员 基本都要扮演五六个角色